立正 請你 這麼多 所以 我們今天 我們在吃那個早餐的時候 我就說我前 前兩天 對 就是上個禮拜 我太太去 去一個銀行 跟那個經理在聊天 那個經理 一個什麼王經理在內湖 在靠近那個洞湖地區 那邊有一個很大的銀行 我們進去跟那個經理在聊天 結果 那個經理年輕才可能 三十七八歲 他就說 我們給他介紹一點 因為看他是台灣人 所以給他介紹一點 這個書的這個裡面的這些理念 他聽說 欸這個有道理耶 對不對 因為 都是應該跟美國有很大的關係 台灣應該跟美國有很大的關係 而不是就說 就是 就是中華民國從頭到尾在 在主宰這邊的情形 他聽一聽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 他說他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在大學畢業以後 他去留學要拿那個碩士什麼的時候 結果他去 然後他的 同學啊老師說 你來自哪裡 他直接說 我來自民族的台灣 他們就打開那邊的 他們有的那個資料 就像那個年鑑或什麼 啊那個時候 台灣的一位集團國家 跟北韓一樣 他說 你哪有什麼民族啊 你 你國會可以選舉 呃 因為國會不能選舉 也就是因為 因為中國的那個 那個非法政權在霸佔 那個中國大陸地區 他說你在講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 聯合國會員 合法政府 非法 叛亂團體 對不對 他有講到的所指嘛 對不對 所以因為這個 過渡時期 我們還沒有光復大陸 所以 暫時 呃 我們 沒有能登記新的那個政黨 不能怎麼樣 他是台灣人 他全部可以把國民黨那一套 全部背送出來 人家就說 你要不要看看 你是極傳國家 這個跟北韓沒有兩樣 怎麼會這樣呢 後來他住美國幾年以後 他才發覺 欸真的 所以真的他很 他很shock 對不對 驚訝 這樣的情形 所以他回來以後 他本來去的時候 他回來的時候 對不對 發覺台灣不是這樣 而且台灣 他說為什麼台灣抬不起頭來 根本就這樣 就是整天活在一個假象裡面 像我 我更 更傳神的故事 就是我太太她的 她在台中了嘛 她 她妹妹 就 呃 她妹妹就 有 呃 一個立委 早年他嫁給一個立委 那個 立委就姓劉嘛 在台中區 後來那個 立委不是有一天在 劉文雄嘛 後來有一天 那個台中那個立委在 立法院子孫後來就 就當場跌倒送到醫院就死掉 啊 年輕才俊才四十幾歲 有一天就死掉 不曉得她是 好像生氣豪博春什麼 到腦衣節 還是什麼 就這樣很奇怪 但是她妹妹 就說 因為早年不能去旅行 但是因為她先生是立委 他們 偶爾去國外啊 結果她有一個小孩 那個早年有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子差不多 七八歲啊 啊 有一次他們在外國 不知道哪一國 他們在外國一個餐廳 後來那個小孩說 我要去廁所 她說你要去廁所 那大概是那邊 她就過去然後去廁所 然後回來的時候 她就經過一個桌子有沒有 因為那邊有別人在說華語 但是沒有那個台灣牆 所以你就知道 她是中國來的嘛 就很清楚她是中國來 所以經過另外那個桌子 她手一伸出來把那個 她是男主人女主人的那個 那個手臂就劃一下 她手就摸一下有沒有 然後她拋過來跟她爸爸媽媽說 爸爸媽媽 她們也是人耶 就是她 爸爸媽媽就告訴她說 中國人是魔鬼 有沒有 所以她從小就覺得 她 她們很可怕嘛 非常可怕 然後後來她發覺 她們也是人耶 所以 所以你看那個教育啊 教育會給人的有多大的影響 對不對 看到那些人要怎麼樣 我們要爭取我們的 所以到今天 報紙上就是現在跑出來 這個和平協議 其實我們可以讓林博士去分析這個和平協議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所有看那個和平協議是 會到原點 和平協議 誰要和平協議 是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問題啊 跟我們台灣什麼關係啊 問題在這裡對不對 你馬英九要談和平協議 那你 你乾脆搬到香港 你去談你的和平協議嘛 可不可以不要 每天再打擾我們 對不對 我台灣跟你無言無仇啊 你 你 為什麼再跟我這個 把我要關聯 要一直把它拉過去呢 所以當然這個是 我們 所謂零和論述 我們要從那個陰影要走出來 我們要走出來 當然就是用一些法理 你必須有解決的方案啊 整天 大喊大叫 沒有用 你的方案是什麼對不對 你的方案是什麼 所以就像 你就想說 就 就像 過去 比較多的那個 受虐待的那些婦女對不對 他可以整天在抱怨 先生打我 先生 也 有的時候就 把我關在裡面 不讓我去去 然後 他又不給我錢 我不能買什麼 然後有時候 這樣 那個輔導人員說 那你為什麼不走 我不能走 我外面怎麼生活 我不行 我沒有跟先生在一起 我沒有辦法 沒有精神支持 他全部依賴那個先生 但是他 又很討厭那樣的關係 那你必須有個解決方案 對不對 我們不能光說 我們不要 ROC 體制 我們必須說 我們解決方案是什麼 這個也是 很多台獨人士 就認為說 到今天為止 你跟 你跟台獨講說 這個 中華民國 其實台灣 不許 中華民國 中國民國在台灣 沒有 沒有完整的合法性 他說 知道了知道了 這個知道了 只要我們贏的政權 這個全部改觀 我說 那 我記得 1999年 阿扁在競選的時候 你也是這樣講 你十幾年前也是這樣講 今天你還在講那個老調 那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阿扁為什麼沒有做 阿扁後來 自己搶任 沒有辦法做 他要 推掉那個 中華民國體系 他說他沒有辦法推 沒有辦法推開 沒有辦法離開 沒有辦法解除 沒有辦法 那主要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沒有代替方案 他沒有代替方案 所以他沒有後盾 所以你剛剛說 我要解除 中華民國的那個體系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沒有 你沒有那個能力 如果可以做阿扁朝就做了 所以你說這個 對我來說 全部就是說謊而已 我不要聽 我不要聽 前 一個多月 就一個學者 中央研究院學者來 陳醫生 他們有個新的組織阿 陳醫生 邀文還有幾個 可能是黃照堂 幾個人有個新的組織 他們也出了一本小冊子 他們的論述 對不對 反正他們要走出來 他們要走出來 他們要走出來 阿你那個 你這個小冊子 我也去哪一本 在青島東路 他們有個辦公室 阿阿阿 你從頭到尾 其實他裡面 他主要的人 每個人寫一篇文 當量三千字 每篇都不一樣 阿我第一個就問他說 連你自己內部的論述都不一樣 你怎麼可能領導人家走出什麼 我說不要騙人的 我說這個不可能阿 邀家文唱這首歌阿 黃照堂唱這首歌阿 你陳醫生另外一套阿 阿到底要相信哪一套阿 我也可以相信就是這一套阿 這一套 它有國際的法理 你台灣不能忽視國際的情形 不能光在國內喊我爽 我要怎麼樣 這樣不行 你要按照國際制度來走 我們這一套法理 我們用在美國用在哪裡都通 就是這一套法理 拿到聯合國的法務室 給他們去研究 我告訴你一句話 絕對行得通 中國說 嘿 怎麼可以這樣呢 好 聯合國去裁決好了 聯合國裁決 你看那個和平條約怎麼寫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有關下權 有沒有寫 第四條B 好 你要講什麼 誰是主要佔領權 美國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好你要講什麼 你要講什麼 我告訴你 就告訴中國說 Oh I'm sorry 你輸了 不是一直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我們可能弄錯了 就給他回答這句話 我們可能弄錯了 對啊 你弄錯了 因為你和平條約沒有看 看了也沒有看懂 我現在叫你怎麼看懂 所以我們在國際 我們不怕 走到國際法庭 我們 那你說美國霸權 我沒有霸權什麼 和平條約就是這樣寫啊 所以你要按照國際的規定來走出去啊 那以後 我們就在美國體系裡面 當然我們要什麼 我們先要的是自治啊 自己管自己啊 這個是我們全面的要求 自治跟台獨有什麼差別 自治就是國防外交那些非常浪費錢的 非常花錢的那些東西 叫你美國去處理 非常燙手山芋的那些東西 那你不肯賣最先進的飛機給台灣 那乾脆你派過來好了 那我那些最先進的隱形飛機派幾個在台灣 那中國敢做什麼嗎 那美國就發布 30天以內把所有的飛彈撤走 要不然 下一個步驟就我來決定啊 你要不要啊 好 我們看這個國際的遊戲怎麼玩的 對不對 我美國有很多方法 我可以貿易制裁 你 你 火箭 對我自己管轄的領土 你對我有非常強的敵意 那我叫你撤回 你沒有撤回 對那我有很多方法可以 可以 那我就跑國際的貨幣組織 我就硬給你升 你全國 你的經濟奇蹟 到此為止 好 這個胡錦濤下台一舉功 中國的經濟垮了 好 你的成績 要不要 好 你飛彈趕快給我撤走 這麼簡單嘛 美國才有那個力量去 啊馬英九叫他們撤飛彈 他不理他嘛 啊到時候看看 看他理不理 三峽水壩 三峽水壩 我不認為是個軍事目標 但是不要惹我 OK 就是這麼一句話 我不認為是軍事目標 但是不要惹我 到時候給你看看 所以美國才有辦法跟他 那個啊我們就 我們就做我們的嘛 台灣就管自己的嘛 每年花在外交那個 花多少錢得到什麼 沒有得到什麼 這些小國家 你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也都會跑光了 他不會站在那裡幫助你 你看像一次台海危機 台灣的邦交國有幾國 有幾個國家派了航空母艦來 你說嘛 零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我記得我的統計是零 台灣的邦交國 幫我們什麼 就美國派那個航空母艦來 就美國派那個航空母艦來 可憐頓對不對 喔 我沒有怎麼樣 我就派在那裡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覺 反正就像讀了門講的 讀了門講的 如果我承認 他派那個 他派那個航空母艦來 韓戰的時候 他派那個航空母艦來台灣海峽 他的前提是什麼 很多人知道他派他 喔 台灣地位 他講這些這些 但是他 他的前提還有什麼 如果台灣是屬於中國 他說我沒有立場派那個 軍艦到台灣海峽 我完全沒有立場耶 就是因為台灣不屬於中國 我才能派啊 所以你要了解 給毒魯門講的動作 意義深遠耶 如果台灣是屬於中國 那根本沒有立場去派這個 這個是他的前提 還沒有解決 到今天還沒有解決 我們今天說 就算我們的論述 就算我們進入美國管轄 我們還是地位未定 我們還是地位未定 因為你最後的地位沒有定 你台灣最後一個政治地位 你還是軍事管轄嗎 你還是軍事佔領嗎 伊拉克在軍事佔領期間 他的地位已經定嗎 沒有定 軍事管轄的時候 還沒有進入一個最後狀態 還沒有把所有的事情 移交給當地民政府 你不知道伊拉克要維持原來的邊界嗎 還是要切開 那個北方的庫德主一直在主張 北方隔開給我們的 我們不要做伊拉克人 還有南方一些人 我不要做伊拉克人 我有我自己的主權 我不要做伊拉克人 因為伊拉克兩個宗教 會教兩個派系 那個派系之間也是差不多仇人耶 所以那些人就說我們要分開 後來那個聯軍 就覺得還是伊拉克維持原樣 伊拉克問題還是很多 你看隨時 他在做什麼 隨時在那個 自殺攻擊什麼那些 為什麼 因為那些 他裹境內 本來就是有衝突的成分在啊 不如當場 當場就把它切割 這邊是什麼教 這邊是什麼教 全部都 就像印度跟巴基斯坦 本來是統一 後來發現行不通 不如這樣 那你留下來什麼 留下了一個活躍庫 沒有用 那些天塞地 我們台灣可能沒有這麼大的衝突 國境內沒有這麼大的衝突 所以我們比較好解決 就是現在我們台灣工程師 還沒有給我們蓋一個 台中到廈門的一個橋 對不對 如果台中到廈門的一個橋 那就是 我不同意民政府 啊好 那這裡同行證 歡迎你走回廈門 對不對 還沒有那個橋嗎 不知道是不是用渡輪還是什麼來處理 你可以直接到碼頭報道 你不喜歡好 拜拜 你可以走的 我是按照法理來做 我對國內我對國外我都是按照法理來做 所以 我們通過一個公民權利法案 公民權利法案就把台灣分為公民居民 啊居民就是他的祖先就不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這些人 而是後來來的 其實不管他從歐洲來的 後來所謂規劃中華民國 或是他從哪裡來的 他從非洲來的 不管他從哪裡來的 或是大部分的 從中國來的 他是中華民國 而這些人就不是台灣公民 而是台灣居民 那剛開始 說不定七八年沒有選舉 所以 嗯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啊這些 怎麼可以有這種歧視呢 我這些人類為公民 我這些人類為居民 這個不是歧視 這是他的政治地位不同 這個是按照法理 這是按照佔領地的法理 佔領地的法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不能告我說我是中華歧視 這個是完全按照法理 你這些人不同的身份 所以為什麼說美國說你不要公投 因為那個 中國來的大部分那些中國來的人 他怎麼會 就是他怎麼會在你這裡有投票權 美國人去佔領伊拉克 啊你說 現在伊拉克要公投 美國人也下去投嗎 這不是很荒謬嗎 那美國人可能有一個idea 他有一個想法 但是 這個是能代表當地人嗎 那你中國來佔領台灣 我們公投你也要參與啊 這是台灣人的事 不是你的事耶 我們公投的結果是 你每個人送一個機票 回去南京啊 這是我們公投 這是我們已經決定了啊 所以他們都 他們都把這個都搞清楚耶 他們都把他 沒有搞清楚 把他都混淆下去耶 這不好耶 我們要按照法理走 我這裡最後就是按照法理 那有的人說這個法理不通 法理不通不是我的問題 法理不通你去 現在處理 所謂戰爭法 就是國際紅十字會嘛 國際紅十字會在 在負責交開那個國際會議 來談戰爭法的規定種種 你去找他們嘛 那不是我的事 OK 我們按照 日內瓦公約 海亞公約 美國憲法 美國最高法院 美國憲法下面 有軍事管轄權 這個你在那個憲法 你翻開來看 比較看不到 你比較看不到 那個軍事管轄權 你必須 你必須在 看那個大法官判決 看軍事管轄權 軍事管轄權 在 美國的大法官判決 比較 比較任地有生的 第一個判決 1866年 1866年 也是林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有個判決 他在解釋 什麼叫做戒嚴法 什麼叫做軍事政府 什麼叫做軍法 這些他在解釋 然後用在哪裡 軍事政府就是這個 美軍在海外 做的事情 他在海外的那個行動 叫做軍事政府 所以 占領地就是 軍事政府的管轄 這個你要看大法官判決 他裡面有因素一些大法官 相關的觀念 有因素一些憲法的那個 他從哪裡找到這個 他有比較大的法理 因為從英國的那個法律系統過來 英國法理本身就有很多這個隱藏的觀念在裡面嘛 對不對 英國人講皇冠 嗯 皇冠 Crown OK 這個領土屬於皇冠所擁有的 啊美國人說聯邦政府 所以你在看英國法典的時候 你要把那個皇冠 你直接換算成聯邦政府 那你就知道這個意思在 美國英文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所以那個女皇 他們是用這個比喻 連那個女皇他都不承認 有那個領土主權 而是覺得在他的皇冠裡面 嘿嘿 那是有一點笑話 但是anyway 他是用這樣的比喻來做 我們了解就好 對不對 所以 他那個時候 就是美國還在寫憲法的時候 英國 英國早就有那個觀念 征服地 是在皇冠的管轄下 在皇冠的統治下 征服地 他是統治下 但是還沒有 還沒有說那個 那個主權不是永遠信於你的 他是屬於 他可以說是一種信託於你的 信託於你的 所以 有的人對那個 那個 那個信託的 關聯 不知道 但是 以前我看過一個例子 有個小女生啊 有個小女生 差不多七八歲 她爸爸媽媽有很多財產 她在英國還是哪裡 她爸爸媽媽有很多財產 她常常要跑各國世界各國來做生意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把他的財產來信託嘛 因為信託就是說 有個管理人嘛 有管理人 譬如說 他 他選某一個社會上 一個 跟他們有關係 有很有地位的 他做這個管理人 然後把信託下去 那這樣變成說 如果他們過世 這個財產就由他來管理 是為誰來管理 為這個小女生 為這個繼承人來管理 那他有講好 他幾歲能 如果他超過二十歲 他可以拿多少 或是他每個月拿多少 如果他超過多少歲 拿多少種種 後來有一天 那個爸爸媽媽 飛機摔下去了 那後來 有一些人在那個 在那個周邊 他們在爭 中心有人要爭財產嗎 後來有人在爭 後來他們就談到 現在誰擁有那個財產 就問這個問題 誰擁有這個財產 那個法院就判下來是 沒有人擁有那個財產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 信託不等於擁有 是那個 那個財產已經沒有擁有著 已經沒有擁有著 所以信託下去 所以現在我們覺得 日本放棄台灣 啊那個 啊美國佔領 這個領土主權 有一點信託的感覺 啊現在擁有 還沒有 我覺得美國還是在 保有那個東西 他放在 五角大廈的一個籌涕裡面 他保有這個東西 啊哪一天 台灣國成立 就還給他 但是這個是很 可能要一段時間嘛 因為台灣問題這麼複雜 要先整頓好一段時間 所以古巴 從1898年 1902年 最多 四年 他就從軍事佔領到獨立 後來古巴 變得怎麼樣 亂七八糟 為什麼因為舊勢力還在 舊的勢力還在 有的人認為他那個佔領沒有一百年 你沒有辦法把那個舊的思維把它改變過來 所以你看 現在說阿富汗要撤軍 伊拉克要撤軍 那些地方可以說和平嗎 佔領了七八年 沒有改變多少的想法 對不對 沒有那麼簡單 台灣如果說 大家知道從1945年 佔領到現在 六十幾年 台灣境內和平嗎 台灣還是有很多爭執 很多是那個 所謂 中國人那個 所謂外地來的人 跟那個 台灣境其實還是有很多爭執 非常多的爭執耶 所以還沒有 大家還可以講 其實他的 其實現在年輕人 他的祖父祖母 我還在跟他們講以前怎麼樣 以前怎麼樣 所以以前 所全身的仇恨 或是不愉快還在阿 都還在阿 並沒有消失阿 所以你佔領個幾十年 你要全部改造一個社會 阿你看現在 現在台灣的社會跟 美國一個正常社會 你看有多大的距離 你就看台灣這個組織阿 你看美國的法理 我們 回到憲法和官吏 我們還是要用很多美國的憲法和官吏 台灣的這個官員阿 一天到晚都是做什麼 不管是市政府或是中央政府 市政府官員都在市議會等著質詢 中央政府的官員在立法院等著質詢 美國有嗎 你什麼時候打開電視機 美國所有的官員在那裡排隊 接受國會的質詢 沒有阿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要上班要做事 你這個是作秀 你有什麼問題 你為什麼不發文過來 你寫個公文過來 我回去 然後這個資料公開出版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質詢 然後你當場給我罵來罵去 這個對國家的整個領導和方向 這個有好處嗎 我覺得這個應該全部停掉 我不要管員到那邊去 就 maybe一年一次阿 每個禮拜每天在那裡質詢幹什麼 你有問題發過來 怎麼這樣做 我們直接回答 該做的就做嘛 不該做的 這個亂七八糟了 再來 歐巴馬有領導這個政黨的那個 他是不是做政黨的主席 你告訴我 民間機關哪一個人可以說 我這裡上八個小時 我還有另外八個小時 我還在船子工作 你老闆會同意你這樣做嗎 怎麼可以有兩個船子的工作 怎麼可以領兩份薪水 美國沒有這樣 我非常反對 你是在這裡領船子薪水 這個前提是說 你離開這個工作幹位 你要有充分的休息 你上班才能 才能 發揮 付出 你該付出的 而且還有你的客觀性 你這邊領導國家的 應該是客觀的 為所有住在這塊地的人 腳響 你這裡領導政黨 你當然是要打倒 你另外的政黨 這個角色衝突耶 我非常反對這樣子 一個總統右手政黨主席 這樣美國沒有這樣 我們有一天有新憲法 這個 這個不可以 還有這個 立法委員都在外面做事業 他外面有很大的事業 然後他會用他的立法院的那個權利 他會用他的事業去 去推動各種東西 譬如說包工程啊 他會用這樣的 美國國會議員可以這樣嗎 No 全部不行 你必須寫清楚 我這些全部 我要嘛就信託 要嘛這些都信託 就是一個管理 一個什麼組織 要嘛我全部把它賣掉 你才有資格 就像早年那個我們在 我最早時候在二十年前 我們為了外籍配偶 我們在跑立法院 我們跟很多立委來溝通 有的那個立委 他的辦公室門外 隨時對著很多很多的信件 他從來不在 大家就知道 那個某某他跑三點半 跑三點半的人 怎麼可能有多餘的時間 去關心國家的政治呢 但是他在外面搞公司 他又在做立委 我非常反對 你有 你必須靜下心來 來討論國家的政治種種 你沒有時間去做外面的什麼東西 連輔助社會長都不行 不行 No 不可以 你全心全意做這個工作 啊台灣 這個在美國是 根本不需要講啊 這個大家就知道啊 你被人民 帶你 我派你去 我委任你去 代表人民的全力 啊你是搞你自己的 這麼明顯 對不對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台灣 我叫說台灣要整頓 喔我的天 要很長一段時間 這種畸形的 台灣人已經認為是 是合理的 還有 還有這個越講 越亂七八糟的 國稅局的那些 國稅局的官員啊 如果 我就說大部分國稅局的官員 是男的 當然也有些女的 但是他們的配偶在做什麼 他的配偶都在做會計師事務所耶 都是這樣子 啊他們還 國稅局 地方的中央的那些 還有交友 所有的人就碰面 對不對 所有的人就碰面交友 啊他是這個 第一科的什麼科長 那是第二局的局長 喔你是林太太 喔你是莊太太 喔這些 喔你也有科技師務所 喔你有科技師務說 哈哈沒有問題啊 你案子送來 所以他們送那個 報稅那個單子 某一頁 他旁邊簽個名 啊你去國稅局裡面 他們在審的案子 他說 吳彥珠是誰 是第一局局長太太 喔哈哈那是OK啦 那個翻到那一頁 欸這個 林壯瑞是誰 喔是那個 第二科科長的那個小椅子 喔那他不用看 都是這樣子 他不審核 在美國可以這樣子嗎 拜託 你這樣子 跟國稅局那邊的人 你有關係 你必須寫個文 讓所有跟你有關係的人 必須避開你這個案子 不能碰你這個案子 必須跟你無關的人 碰這個案子 根本在台灣 這個大家認為 另外一種 內部交易 內線交易 有沒有 大家認為理所當然 你看整個社會的 畸形到什麼程度 就是用美國人看是 是 雞皮疙瘩 沒有客觀的 都沒有客觀的 都是非常的 他們說的嘛 你有關係的沒關係嘛 沒有關係就很有關係嘛 整個社會就這樣嘛 這個亂嘛 你沒有客觀 所以這個人可以做這件事 沒稅 不必課稅 這個人可以做這件事 喔 課很多稅 為什麼 就是他經過哪一個 就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不合理 一般老百姓這樣就被犧牲掉了 喔 不同意這個 所以 我們要 這個 這個一個整頓 像我太太說 呃 太拳跑農委會 一些東西 農委會 然後農委會他成立一個 一個什麼社團 他成立一個社團 然後要推卸農委會的一個案子 好 你可以成立可以這樣 你永遠拿不到什麼政府的預算 結果他有一天去查 他有一天去查 有很多有關農業方面的社團 他拿到政府很多補助對不對 啊結果發覺有 有 裡面 欸 他就看那個名單 就看著一個 譬如說一個 陳 陳碧林 喔每一個 董事長顧問什麼那些 欸 這麼每一個社團 都有這個人的名字 啊去查那個人是什麼 農委會很高的什麼 處長的妹妹 OK 所以 他去 他去跟他哥哥講 完了這個預算就下來 完了這些 所以 你懂嗎 你要 你要成立一個 一個相關的社團 你要請他去顧問 每個月你就給他錢 然後他就幫你申請預算 拜託 怎麼可以這樣呢 怎麼可以這樣呢 這個 這個也是 完全不客觀 完全沒有按照法理 全部都是內線的那種做法 所以 我就 就像我們去 我們去我們家裡附近有個公園 有的人在那個跳舞啊 打什麼 羽毛球這些 有一個羽毛球的 他們幾十個人在打欸 我他就說你看那個羽毛球的 參加的人很多 等一下 還有鈴聲 噢 噢 換一批 什麼 噢很有足跡 他們打得很熱烈 有年紀中的 有年紀大的 噢他們都那個 噢台灣人運動啊 噢非常好 旁邊這裡有幾個老頭子 他們打一點羽毛球 拿起來 就這樣 你看這個笑話嘛對不對 這麼大一個 羽毛球的一個 一個 非正式的俱樂部 他們全部都自費 他有時候有一點飲料啊 或是 羽毛球壞了 或是 或是有一個什麼 血打得比較好的一個獎品 全部都自費 這幾個老口口在這裡打 他們有政府補助 他們是外甥人 啊這個是台灣人 他隨便申請 都有政府補助欸 一年三節都有 還有禮物可以送 不然他報三十名 其實只有兩三個名 啊那個錢到哪裡去了 我不講 你也知道 啊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所以我的想法 所有的補助款 全部停 全部 全部停下來 你要的話重新申請 有限審核 是什麼 有限審核 當然 弱勢團體 參加團體 什麼婦女團體 這些你有需要 對不對 你真的需要這些 你趕快 我們就繼續補助 其他的 啊什麼 什麼 什麼 中國流亡 什麼 有毛球俱樂部 No 絕對不給 給你什麼 我們要幫助公民欸 你是居民欸 你是暫時住在這裡欸 你要申請 你去拿胡錦濤的那個表格來申請 那跟我無關 我已經 而且我已經 補助你這麼多年 你如果不高興 我那個都要追回來 你講一聲啊 你講一聲你不滿意 我全部要追回來 你過去拿的那些 OK 所以你 你嘴巴敢打開 你看看 然後 以前 什麼衛生官 退休的 發個醫師執照 什麼 發布室助理在軍中 發你的律師執照 你有拿那種 沒有經過正統的那個考試來拿那個 你15天內全部爆出來 全部爆出來 然後你所有的那個資格要重新審核 那個律師公會 那個醫師公會 什麼 全部重新審核 如果你沒有爆出來 那我們就先 先重罰50萬 然後每五天加1萬 你全部爆出來 因為你是假的 你是破壞我們台灣人的 對不對 你哪有資格拿那些東西 然後你 你如果現在有 監索 那個經過 醫師公會 律師公會 沒有通過了 全部拆牌 全部給你搬走了 不可以 你 你誤醫嘛 你誤診啊 不可以 這個也是回到美國 美國 你要考 你要考 醫師執照 管理是什麼 尊重出來的 管理是什麼 什麼 什麼 太空總署出來的 你就是要 考那個 你就是要按照醫學院的那個規定 沒有例外的 所有的醫院 回到衛生署 在管什麼 尊重什麼特別的 什麼三中醫院 No 全部取消了 全部回到衛生署 所有都統一 什麼尊重有什麼特徵會帶 到此為止 你如果要其他的交代 你有兩條路 你可以回去申請 要不然 直接轉到梅俊那邊 到阿富汗去申請 對不對 你到前線嘛 前線我相信你可以有你的貢獻 你最好帶一個比較厚的襯衫 因為那個遊擊隊 他的子彈很很長 對不對 有多少的不公平的事情 但是我們全部按照法理來處理 欸我沒有欺騙誰 我沒有欺騙誰 是你在照他我們這裡的權利 我是還原的 我是還原 還原法理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們出發點 從那個 基本的美國法理還那種平等 平等 看你的地位是什麼 大家盡量求個平等 有平等的機會對不對 有平等的機會 就像現在 什麼中國的留學生還可以領薪水 這個都是 他先發很多那個執照 他先發很多人 他把每一個三專五專什麼都升為大學 然後這些人學生不夠 那些人就高喊說 那我要中國的學生 因為台灣的學生出生率下降 人不夠 所以他就用這個藉口 而來說那我要請中國的學生來 本來都是這個假象 學生不夠 這個都是他製造的 你不要發那麼多指教 就沒有這個問題 美國怎麼做 用稅法單位 我鼓勵你這些 來合併嘛 你不要這麼多學校嘛 對不對 我不要什麼多學校 我不需要這麼多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品質要提升啊 我不需要這麼多學校 所以這個都要 可以按照美國的那種 基本法律這個做法 可以整個做個整頓 不知道怎麼整頓 我們就參考現今國家怎麼整頓 這個就是給我們很多提示 當然馬英九有不同的想法 他覺得什麼事情要整頓 要走向現今社會 參考四書五經 啊這是走回頭路嘛 這是走回孔子那個時候 啊孔子那個時候有高等學府 沒有啊 他那個時候有很先進的 醫療法律科學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要回到那邊去 OK 所以我們今天基本的美國精神 簡單的談到這裡 就謝謝各位 起立 立正 請你 準備 休君早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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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